2018年7月4日,詹姆斯接受胡人报价,选择加盟洛杉磯胡人队。 随后几天,考新思也似乎是让人不理解,一般的选择了金州勇士,而对于考新思的合同,可以说,也是接近今年榜眼新秀的签约费,可以说在全明星圈里,这是完全的底薪合同。 不过考新本人说道,感觉加盟勇士是自己最正确的做法,薪资不重要,考新加盟勇士之后,勇士队已经是五个全明星球员,加上伊戈达拉和后卫利文斯顿坐镇的替补席,可以说下赛季的金州勇士,还怎么让其他球队存活? 而冠军,又有什么争夺的必要,而且单单就考新思加盟勇士之后,其他众球员的态度来看,似乎这真的是不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操作。 这不,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,恩彼得谈道,这样的交易令人恶心,而坎特也是谈道,亚党消法比心签约金州勇士队,随后在备受争议的时候,詹姆斯被网友问道, 对于考新思加盟之后的金州勇士怎么看,随后詹姆斯也是非常有趣的回复道,我也想要去勇士队,这样冠军将会来得很快,不过这对于其他球队来说,真的是要努力了,没错,交易还在进行着,放眼整个NBA,小卡还没有去处,所以,在小卡宣布下架之前,一切的一切都将会是一个你, 所以,或许得到小卡之后的胡人,将会再次创建一个紫金王朝,而在詹姆打去自己也想要抱团的时候,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,发生了,最近一直忙于自己工作的球爹鲍尔,可以说真的是非常期待自己儿子和詹姆斯在一起打球, 尽管朗多威胁到了鲍尔的首发空位的位置,不过球爹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信,我的儿子会带着詹姆斯拿到两次冠军,我的意思是在这四年里,詹姆斯将会十分感谢鲍尔,不管谁去了勇士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